其实一般比较 比如说像这种重录性的资料 要抓取其实比较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资料 比如说他可能要登录才能够看到资料 或者要什么卷动之后才能抓到资料的话 那种抓的方式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他本身就是会有保护 像很多股市相关的资料 有一些他就是把你给挡下来 他就是不让你抓 所以你要想方法 那当然那个难度就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目前指的是一般性的应用应该是没问题 比如说以乐透彩这部分 那基本上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确定说这边有几页 如果他是重复的 比如说他是从第一页 那你如果点了第二页之后的话 他会有重复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部分他会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其实是利用这一支程式 你叫什么 乐透BIG.ASP的这一支程式 问号就是他会面传的参数 那传参数会让你看到的话 这种方法叫GET GET的传递方法 那GET的传递方法的话 抓资料OK 可是如果今天上面 你奇怪怎么动来动去 这边都没有变化 那种叫POST 那POST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不让你知道怎么传递相关的参数 那你不知道那你就可能就没办法抓 但是也没有办法还可以POST 那也可以 只是说难度又更高了 你可能要了解 比如说那个server端的运作流程 可能要知道更多相关讯息 他有办法 那一般性的话 比如说我们今天以乐透采这个 采设我今天知道的这个讯息 他第一个配置 那我就是录制聚齐的话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你很快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开发人员录制聚齐 那假如说我今天名称不改好了 假设聚齐1 然后你就是接下来 就把刚刚的动作分别就把它完成 比如说第一个资料里面从web 特别注意因为这边好像因为他的预设的这个环境 就是直接把IE浏览器放到Excel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IE浏览器的版本 如果太旧的话可能也会抓取失败 因为有些网站他或者不支援IE 只支援Chrome的话那也会有问题 所以像这边我们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一直出现这种 因为主要可能是版本不相容 IE浏览器那没办法 你就是一直按4就对了 反正让他跳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 就里面会有JS 就是JavaScript 他可能跑IE浏览器 他没办法跑 他就跳出错误 OK 然后反正你就一直按4就对了 OK 接下来你就记得这边有箭头部分 意思就是里面是table 所谓的table就是HTML语言里面的表格 所以如果你对于网页 网页设计假如不熟的话 我建议如果你要抓网络资料 你还要非得要设列一下网页的那个相关的标签语言 否则的话 你还是没办法真的彻底抓取你要的东西 因为这两者是跨到那边去的 OK 所以相关知识还要再补充 所以HTML 里面还有CSS的那个标签 所以这些可能都要稍微知道 如果你要真的成为一个算是网络爬虫的高手的话 这些都必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要做一件事情还非得要学很多东西 这里的话我们直接打勾它 然后按汇入 他问题说汇入到哪里A1 就汇入到这里 按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就录完了第一个程式 再来的话我把它停止掉 然后切到哪里 聚集1 然后里面的话 我就去修改一下 第一个修改什么 刚才上面名称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比如把它改成叫什么批次下载这个名称好了 假设 因为我这个名称已经有了 我就后面再加改1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 其实这边只要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让它重复 OK 它就会第一个配置抓下来 第二个配置抓下来 第三个配置 但是抓下来之后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抓到A1 那如果你第一次抓A1 第二次又抓A1的话呢 它可能的状况就是布就把它盖掉 布就是怎么样呢 它没有盖掉 它就是让它往右移动 所以你们等一下也是要 这个地方如果不改 它会变成一直往右移动 所以第一次抓的会在最右边 最后一次抓的会在最左边 OK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改的话 是也可以 但是会变成说它都会横向 它不是纵向的 所以如果你要变纵向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把A1 第一次是A1 那第二次的话就向下 第二次以后的话就向下追踪 加A1 所以这个应该有前面讲过吧 所以你可能要熟练 所以以后的话 我是建议 但如果你VV要写得好 录制聚集完之后 你要很快可以把它改出来 至于改哪里 恐怕慢慢要熟练 如果你直接熟练的话 可以改出非常多的变化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东西 最好回去再把它练熟 其实不难 第一个我前面讲过 for i 等于1到16 所以我们16个配置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接下来的话 把中间Wiz到Wiz 这一段搬到中间来 OK 那讲Wiz到Wiz 实际上它就Wiz什么呢 叫做Query Table 有没有 这个Query Table 就是我们后面运行的东西 它主要就可以帮你抓网路的资料 那add add 增加一个connection 连线 那特别需要 Query Table不是只能够抓网路资料 它其实甚至可以抓资料库的资料 也可以用Query Table 外部档案也可以 Query Table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话 它是用在网路资料 那把Wiz到Wiz搬到中间来 然后按个TAB键 为什么要TAB呢 因为4回圈里面 下一阶 那再来的话 把什么呢 这边 4 里面做刚刚那件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的话 它要变化 什么变化呢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一直到16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I 算以后算以后移到中间 and再移到中间 把它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应该 我想应该都很熟了 反正就加一个变数在这里就对了 它本身是一个自串 串一个变数 OK 那目前当然你现在RUN 它应该可以跑 不过它会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试一下 然后一直往那个右边 因为它变成第一次 第二次它不帮你删掉 它就是帮你移动移动移动 所以变成说好像会串串串 你可以试一下 这边的话 我们不要跑那么多 我们大概跑三个就好 for 1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地方 这一行砍掉 因为砍man type 它奇怪 它会多一行 这一行要不就单引号给它 要不就删掉没关系 全部执行 123 你会发现它全部抓起来了 但是它会怎么样 第一次抓的好像抓到这里 没错 第二次抓到这里 第三次抓到这里 OK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去改那个1的话 还有另外一招 把它重新组合 搬移 这一块这一块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要另外的写法 但我发现 我觉得好像后面再改 好像不好写 更复杂 反而是你刚开始 就改好像比较好写 OK 那所以第一个 这个地方已经有下载了 1到3 可是问题 我们刚刚那个向下追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1第一次 所以我这边习惯上就是 其实我们入门班讲最多 就是for回券加国际判断 所以如果判断一下 如果什么呢 如果id次等于1的话 then 第一次哦 打一个else and if 这里面的话如果i等于1 i如果等于1的话 那我们第一次跑 那第一个page我就把它放在 所以这个地方我也许我有个变数叫r 所以r等于1 ok 那反之的话呢 r就等于第二次以后的话 就是向下追踪 哪一个向下追踪呢 从a1向下追踪 所以range a1 然后呢 向下追踪应该写蛮多的 and 前光阿虎向下去追踪那个列 并且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追踪到如果你没有加1 它就被最后一列把你盖掉了 ok 所以再来把这个r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那因为刚好它这个字串 刚好这个字串的e在最右边 所以我们不需要串两边 我只要串单边就可以 ok 3-1 空一个and r就可以了 看得懂吗? ok 这个其实 钱还蛮多的 那这样其实诚词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了 而且我们记得我也是有讲过 好,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1-3 我先不要野心那么大 是6个人跑比较9 下执行 那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这边设中断点 好,那跑到这边 i现在等于1 所以这边1 下载第1个page 并且放在a1上面 所以执行 好,第1个 再来呢 i等于2 所以它i已经不是等于1了 所以它跳这边 那它就向下追踪 追踪到呢 最下面一列是101加102 我们怎么知道 Ctrl向下 101没错 ok 所以其实向下追踪就感受向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抓page2 放到哪里呢 a的第102列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让它跑 全部跑完 ok 好,这样子 那这边的第1次 第2、3次 那这边就到了第3个page 所以它大概跑3个 就可以跑出来 没问题 303 如果你要全部一次跑完的话 那你这边就可以把它改成1到16 然后让它全部跑完 ok 那它就一直跑 如果你这个乐透彩OK 你可以去微地彩 其他彩 六合彩 反正什么彩都可以吧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没有到 大概不到几秒钟 资料全部下载下来 那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呢 你可以往下看 基本上应该都OK 那只是说呢 后面还有一些 这个要删掉 有没有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这删掉 另外好像有一些东西吧 所以后面再把这个删掉的部分 把它补上去 那这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那主要的话 是利用所谓的query table 所以特别注意 主角就是它 query table dn add 就增加一个连线 connection 那这个connection 如果连到网路上的话 那你就给它一个URN的网址 如果连到是资料库的话 你跟它讲哪个资料库连线 或者是甚至一个档案 它也可以连线 所以query table 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是呢 它有一些地方 还是会有瓶颈的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雅虎股市资料 所以如果说我们等一下 假设要改抓 雅虎的股市资料的话 你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Google一下 打那个Yahoo也会连到 那它里面就有一些东西 可以把它抓下来 但是发现它是RAW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可以换第二个方法 另外的话顺便提一下 这边其实后面 冒号等于的前面 有没有 Distination 就是它的参数名称叫放哪里 Distination 哪一个目标储存格 然后呢 等于哪一个range 有没有 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个什么 点name 实际上就是后面 它为时就指的是后面这一串 它后面加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发现 这边有蛮多都可以删掉 因为其实这边 你大概只要留个三行吧 底下这些东西 我印象中好像哪些 要把它先按右键编辑一下 编辑就是我先不删 我先把它注解 我记得好像这个范围里面的 这些参数都不需要 因为用预设就可以 另外的话呢 还有这些 这些也都可以把它注解掉 那也就是底下 从Distination 一直到最后面 你只需要留这个 叫web web formating 这个web formating的话 就是意思是说你要的格式 你的格式要不要跟网路上的一模一样 那如果不要的话你就none 就是 至于说你要别的格式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按F1 其实F1里面也会有答案 他会跟你讲说怎么设定 另外的话 web table 等于5 这个等于5你也不能乱改 那为什么等于5 基本上就我刚刚讲的 也就是说呢 他基本上就是帮你抓 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table 那第几个table我怎么知道 其实你可以选 选日期这边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检查 按右键检查 检查之后的话呢 他会跳出右边 有没有 按右键检查 那右边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网页的原始码 里面包含了三个东西 HTML标签 CSS的标签 跟JavaScript的程式 所以你会看到右边其实就另外一站窗 但是我们先 大概有概念就好了 那只是说 我们重点是说 哪一个table 指的是什么呢 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table 有没有 意思就是如果table开头的 它里面是放第几个 我们是抓第五个就对了 然后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第五个 好像有找Ctrl-F Ctrl-F是寻找的 如果你要寻找第几个 我记得有一招Ctrl-F加一个什么 这边可以加一个table T-A-B-L-E table 那实际上 开头是标签的 网页上看到就是一个表格 table 那你可以发现 E of 9 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网页里面有9个table 那如果你要找第几个 你可以向下一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有没有发现 第五个刚刚好 有没有看到 5 of 9 OK 所以以后呢 甚至你要抓第几个 也可以用这一招 但是后面还有延伸还蛮多的 所谓的网络爬虫 那VBA本身最简单的爬虫 就是Creditable 再来后面还会提到 像用IEU物件去抓网络资料 那当然如果你要更深度的话 其实现在有一套 另外的层次叫Python Python本身 他在爬虫功能上面 甚至有部分功能 比VBA还 我是觉得有他强大的地方 他因为他蛮多外挂的 所以 有兴趣同学 之后也许可以再延伸 不过我觉得我们先到这边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我们入门班有提到的这些东西 稍微再复习一下 我们重点就是 加了一个负回圈 把东西搬进去 再加一个哪一列的位置 最后呢 我有讲到就是哪一个 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可以把它删掉 我先没有删掉 我只有留这个 跟refresh 一定要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不会抓 refresh就真的帮我抓下来 抓什么格式 不要 不要格式 第几个table要不要抓 那我试一下 理论上我记得好像 这些程式好像都可以把它删掉 目前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理论上我印象中这些全部都不要 他结果应该也会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会一模一样 所以理论上 像我的习惯是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有些时候 怎么样 你可以让他更清爽一点 突然感觉更清爽多了 对不对 那些东西没有用的就把它删掉 你看马上瞬间 感觉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 像我的程式就是 能够 删就全部把它删掉了 不要留 不然的话 真的感觉不够 纯粹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留这几个 这三行就OK了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 有些东西 为什么知道哪些可以删 哪些不能删 就是你要去按F1 像我也花蛮多时间 每一个每一个 那个 他的参数 F1去看一下 这个如果拿掉会不会怎么样 这个拿掉如果 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 像现在各位看到这种写法 其实也是还是花蛮多时间 慢慢去踹出来的 然后呢 并且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跟 我原来的这种写法 可以很巧妙的把它结合在一起 尽量当然有同一套写法的话 以后你再做变化 就会比较不需要 还要再记一些新的 所以刚刚我们加的部分 那录制聚集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回圈也没问题 逻辑判断也没问题的话 那其实剩下来我觉得好像都跟之前讲的差不多 那另外后面还有延伸的东西 包括就是说可能要把底下多位的东西删掉 删掉我们前面有讲过删除列 另外的话 对 还有把资料剖析出来 我们用那个资料剖析的方法 后面的话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稍微做个复习吧